徐少华1958年出生于山东青岛 现年66周岁 国家一级演员 毕业于山东省艺术学院 徐少华从小长相清秀 但是却活泼好动 并且对艺术颇感兴趣 在学校读书时 就一直是班级里的文艺生 徐少华在8岁那年 进入青岛少年宫学习芭蕾舞 上初中时 还参加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 后被山东省话剧团招收学员的工作人员相中 从此以后便踏上了艺术的道路 1980年 他在该影片中饰演了公子格袁峰 袁峰这个角色非常考验演员的演技 因为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前面又傻又呆 后面又恢复到正常人 但是徐少华凭借过硬的演技出色完成了这个角色 那徐少华是怎样参与西游记 饰演唐僧的呢 其实这要归功于高小姐魏惠丽 魏惠丽在惊变这部电影中 饰演胡仙小翠 杨洁导演当时准备要拍摄继收猪八戒 此时剧中高小姐的演员还没有着落 惊变的热影让杨洁导演注意到了魏惠丽 为了找高小姐我就看了电影惊变 那里面的魏惠丽很适合高小姐 同时杨洁导演还得到了更大的意外收获 同时我发现那个演封少爷的人很清秀 倒是可以试试小白龙 于是徐少华在约定时间来到了剧组试装 但是他穿上小白龙的戏服以后 杨导觉得他的杨刚支气不足 当时在旁的中央台台长阮若林 一句话让徐少华披上了唐僧的袈裟 当时阮台长说不如让他试试唐僧了 徐少华就穿上唐僧的服装 一看之下除了太瘦 演唐僧倒也合适 就这样徐少华接近网月 跟随剧组一路西行 从1983年开始 徐少华拍摄了困球五星山 猴王宝唐僧 继收猪八戒 砍图逢三难 至今美猴王 夺宝莲花洞 大战红孩儿 斗法香三怪 以及去敬女儿国 总共参与拍摄九集 1985年徐少华要去上大学 向杨洁导演此演唐僧 在拍摄完去京女儿国以后 于同年11月 离开西游记剧组 他既然坚决要上学 咱何必勉强 老阮也活了 换人 中国演员有的是 谁穿上这身衣服 谁就是唐僧 徐少华此演唐僧 让杨洁导演感到非常痛心 观众也觉得非常遗憾 因为在三版唐僧中 徐少华的唐僧最有观众缘 最讨观众喜欢 尤其是女性观众 所以徐少华的离去 不光是她自己的损失 对于该剧以及观众 也是颇感遗憾的 离开西游记剧组的徐少华 完成了学业 后来也拍摄了一些影视剧 但影响力远远无法 和西游记相提并论 在40年后 观众对她印象最深的角色 还是西游记中 那个俊俏的唐僧 如果徐少华当初能够坚持到底 一路细行 相信她的成就一定会比现在要高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